第十八章 第二十二节 弹琴作乐吹笛吹毫的声音在你中间缺不能再听见 弹琴作乐吹毫的声音在你中间缺不能再听见 灯光在你中间缺不能再照耀 新郎和新婦的声音在你中间缺不能再听见 你的客箱原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術迷惑 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者成里看见 在这里我们再继续用这一节经文去理解 关于这个淫妇的特性 首先我们要知道神是公义的 既然神是公义的 为何神审判时会有资格说这个女人是淫妇 并且拿走她淫妇所拥有的所有东西 明明这个淫妇说自己是皇后委份 她自己一定不会有问题 但为何神又会跟她说她一日之间就会哀哭呢 因为就在启述第十八章 他在第七节那里说 她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她照样痛苦悲哀 因她心里说我坐了皇后的位 并不是寡父缺不治悲哀 所以在一天之内她的灾央要一起来到 就是死亡悲哀饥荒她要被火烧尽了 因为审判她的主神大有能力 我们要想一下就是神除了看她是淫妇 因为本身许配给神 但是为何神有资格审判她 并且把所有有的东西拿走 然后给悲哀她呢 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卖恩糕 当神的恩糕刺了给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很多时候基督徒第一时间就少加了 第一时间就拿了这些恩糕去骄傲 去赚取自己的荣誉 但是更坏的那些就会拿来卖钱 但卖钱的时候会得到什么呢 他当然会得到很多很多很多这些经济 因为神的恩糕在世上没有 神的能力在世上没有 但是神当赐了恩糕给一个人的时候 他不会后悔 所以神赐恩糕给人的时候 其实是预计这个人在将来跌倒的时候 神是怎么样 都一样让他所谓搞乱这个世界 或者自把自为 但是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那个人一直可以将这个恩糕 换取很多很多很多在世的荣誉富贵 但是当去到审判的时候 神不是有资格第一去说这是淫妇 第二有资格是拿走他所有东西 并且一日之间拿走所有东西 这就是典型今时今日我们看到的 教会介友的问题 而他说得没问题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很平安 很富庶 他跟很多这些外邦人行任 道德上犯奸人 不但他们将这些恩糕去卖钱 将神所给他的天分 本来没有这些天分 但是神给了恩糕 他就将这里说这是天分 所以他将这个天分发展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 问题就是神赐这些所有恩糕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去换取了之后 其实是神让我们是侍奉他的 在他家里面侍奉他的 但问题很多人都急不及待 马上就走了去换取了他自己 所谓应有的这些利益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淫妇在地上是一个merchandise 可以说是一个专系 是做这些买卖的商人 就是买卖他自己有的恩赐 他自己所有有的东西 去换取这些金文珠宝 和他的名誉地位 但是圣经记载 为什么他除了用这些邪述 去迷惑了曼国之外 为什么先知圣徒的血要归到这个淫妇头上 因为原因就是先知圣徒 是来到警告他 警告这个淫妇的团体 你会看到主耶稣来的时候 是不是警告这些法利赛人 这些民事 这些希律党 这些杀都该人 是不是 好了 那么耶利米 原来他们全部都来 去警告这个淫妇 但是这个淫妇他所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逼白和激打 这些神的仆人 就是监禁他们 用割割去死他们 甚至把他们扔到坑里面 他们临临种种的方法 就是当他们滥用成的恩高的时候 整个仆人 就临到这个世代去警告他们的时候 他们一面是怎样 一面不听 但另一面就要毁灭他们 因为原来整个仆人在恩高方面 是远远抛离这些法利赛人 远远抛离这些民事 远远抛离这些淫妇 你要看到主耶稣在世日子 他走的神迹 法利赛人就是懂得一尾叫 你走多一点 但法利赛人是否做得回 法利赛人是否做得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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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水面 叫死人复活 所以你会看到主耶稣 如果在世 一日在世 会成为这些人的威胁 所以你会看到这些人 就会杀了他们 通常这些先知 原因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我们回到恩赐方面 原来你会看到 原来恩赐 我们用来服侍和侍奉神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现象 原来我们说的 每一个恩赐 其实都需要代价 代价 代价 和代价 你要换取 所以很多人 当他信了主 很多时候 去的教会 是有那方面的恩赐 原因就是 教会是懂得有那方面的代价 但是就是这样 为什么会一定有那方面的恩赐 教会才容易使得 基督徒回去 会有这些能力 或者恩赐 原因就是 不单是那间教会 懂得付出代价 并懂得用信心 在圣经里面 让我们知道 每天愿意付出代价 但我们不会用我们的信心 去宣告 去宣称 去支取那件事 那件事是不会给我们的 因为任何一样的恩赐 都一定不可以违反信心 所以你要看到 不单是我们要付代价 并且我们要宣告 所以如果我们付了代价 而不宣告 你要看到 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去支取这个恩赐 你要看到 历代历世以来 为什么明明圣经里 有这么多的恩赐 和恩赐 但是问题是 我们看到过去的五百年 甚至过去的二千年 在主耶稣基督之后 当这些恩赐消失之后 人类好像接触不到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 当人类接触到 就会有一个现象 原来你不是抱着宣告 就会有的 解释第十八章 第二十二节 弹琴作乐 吹笛吹毫的声音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听见 我行手艺人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遇见 吹笛我声音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听见 灯光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照耀 新郎和新婦的声音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听见 你的客箱 原是地上的尊贵人 曼国也被你的邪術 不迷惑了 先知和圣徒并地上 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者 成女看见了 为马可遣笛 在上面 圣徒并地上 尽贵人 同样 在身上 绝不能再听见 我好过 我已立志 长达上天路 心路 看你话语 随便一切俯虏 信服你自为真理 要将主演将吩咐宣布 事与天堂路 盼着你快跑天过 道路 心自暴 参着你 如参着真金如真宝 无句怕世界风波 伤怒总会游衰老 全情有你 扶持你全达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